星辰天空陰陰灰灰一度飄起 綿綿細雨 東北季風暴到 北台灣明顯變天 路上行人博長袖不外套 穿上身 溫度來看的話 今天的話在桃園以北跟宜蘭這邊 白天的話整天的溫度 感受上是比較稍微 比較溼涼一點 高溫的部分大概只有23度左右 所以整天的溫度 大概是介於21到23 南北之間的溫差是比較大一點的 週末迎風面的北海岸 東北部地區降雨有機會達到 好大雨等級 下週一週二上班日 迎風面水氣減少 溫度下降 下週四風面通過降雨增多 緊接著第二波冷空氣增強 全台降溫明顯 天氣形態轉為乾涼 還有機會挑戰冷氣團等級 第二波的強度會比這一波來的強一點 不過它是比較便宜乾涼 水氣比較少 比較便宜乾涼的狀況 所以目前來看台北市的低溫 目前我們是有報道15度 是滿接近冷氣團的等級 同時在關島附近的海域 又有一個新熱帶擾動生成 後續強度有機會再增強 成為今年第17號颱風鯉魚 強度上在西徑的過程 是有機會持續增強 預計可能下週一下週 有機會發展這台風 因為東北季風持續的都還是 下禮拜還滿穩定的 如果颱風生成 它預計往西 也就是往菲律賓走的機會是最高的 要來台灣的機會很低很低 高機會不會直接影響台灣 但週末被台灣降雨機會高 外出遊玩別忘了 攜帶雨具 金雄黃捷 黃通報導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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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大家